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第二次来西安 第一次来是上一次在演出的时候 第一次来也是一次演出 但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就是美食 那么这一次来了以后又截然不同的一个感受 到了西安大剧院 昨天我们到了阳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步行街 昨天的叫不夜城为震撼 真的大堂盛世 昨天给我兴奉坏了 我还想我今天如果演出完了之后 想在不夜城在溜达溜达 太震撼了 以前老是在电视啊 我们的媒体宣传上看到 他从那个媒体上看 电视上看没有肉眼看到那种震撼感 是昨天真的我被震撼了 我说这地方我以后得多点演出啊 来这儿演出 我又希望全国很多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西安大剧院 因为本来我们的西安本来就是我们十三朝古都啊 文化底蕴在这儿 然后呢这儿的美食 然后这儿建的这么漂亮的剧院 周边又是博物馆 又是剧院 又是美术馆 对吧 昨天还去看了皮影 也感谢你们带我去看看那些皮影制作啊 包括保留下来从明朝到现在 对 我就觉得很震撼 看到那一颗 这些素材都是可以用到音乐剧里 对 让我 哎呀就是有很多新的想法 对 我昨天我来到这儿我就特别震撼了 我怎么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站到这个剧院的最高层 我在 我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大的剧院 然后我到那个阳台上服侍我们不夜城 那简直美翻了 我什么时候我说在这儿能够做一个关于当地 我们说因为这个地方出了太多的文人 太多的英雄 这些典故人物名人太多了 这么多好的人物我们可以挖掘可以编故事 可以讲他们的人生通过音乐剧的方式 这个我相信我相信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 这个名字特别好 这个名字特别好 乐字里面有很多像音乐剧啊对吧 音乐剧是乐 因为我是从事音乐剧专业的 我觉得特别好 那这一次能够给我们西岸的观众带来一些西方的音乐剧的片段 让大家看听到音乐剧的这个歌这么好听 回头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剧来这儿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到时候带着我的剧再来我们西安大剧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让我期待 首先西安交响乐团是国际水准的这样的一个交响乐团 我们从新媒体啊 他们和那些国际的大艺术家们啊 合作的这个品次也很多啊 所以我一直其实是只想跟西安交响乐团合作 这个机会正好来了 我觉得带着我的音乐剧的一些片段的作品 跟交响乐团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开始 一点音乐和我们当地的自然奇景都完美的融合 这个是只有在国外经常能看到这样的 在罗马的那些古建筑里面经常有这样 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有太多这样的美景 以及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一些文物的建筑啊 这种合作是特别好的 交响乐团的这个古典音乐 和我们的这个音乐剧流行音乐的一个完美的融合 希望给西安的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晚上 月入长安这个主题特别好 古今中外 这个地方是通往西方的一个很好的一条 大陆的四处之路 对吧 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的艺术还是依然汇聚 两千年延续到未来 我觉得呢 源源不断的场合中 依然在这儿能够成为文化制度 这是我想说的 一遍 看看